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修行人 很多都有严重的自卑感 认为我这一生做了很多措施 造了很多罪业 就生起 自卑 下一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自卑感 怕不能往生 这样的人来问我 能不能往生 我告诉他你绝对不能往生 他说为什么 你自己没有信心 你怎么会往生呢 什么人能往生 坚定信心 造无量无边罪业 坚定信心他能往生 那人很困难往生 念佛就是灭罪业 念佛就是忏悔 过去造无量无边罪业 现在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一句弥陀名号 是一切善的总善 事出世间 一切善法 无过于阿弥陀佛 所以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经上常说 灭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你一句一句 接着念 夜心成念 这个功德得了吗 什么罪业都能够忏得干净 只要你肯念 念就是灭罪 念就是忏悔 多少人不懂这个道理 要去法禄忏悔 法禄忏悔 惊善悠 那个用于活在人 你也晓得 那是帮助一些迷惑颠倒的人 不知道回头 你这一忏悔的时候 感动他 他回头了 用于他自己 真正参除业障的 就是念佛 但是我们念佛他不懂 他没有感触 我们把自己说错事情 一样一样说出来 他感动了 那是戒引出击的方法 有功德 不能说没有功德 不能与念佛相比 念佛的功德太大太大了 只有内行人 真正懂得的人 他知道 外行人不知道 不晓得念佛功德之大 他也不会念佛 于自善根 能生幸福 什么善根 传练统文化 老祖宗说的 人心本善 这是善根 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 佛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你敢不敢成当 这都是你的善根 佛又说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 智慧得相 这是你的善根 再说的 贴切一点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都是你自己善根 功德的成就 你想不相信 你也相信了 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 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修净土的人 这两句话常常听到 听到耳熟 你就是不信 为什么不信 把这个根源找出来 从根本上把它消除 我们就相信了 就不再怀疑了 你就成就了 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所表演的就是代表知识分子 好学多文 好学多文 你要把金 认真去休息 要用真诚心去休息 你才真正体会到 提会到自己的信德 佛所说的全是自信流露 你不用信德 你没有办法体会 你跟他不相应 那句说 他是真心里头说出来的 流露出来 你要用真心去听 用真心去体会 这才行啊 用妄想 用怀疑心 用批评的心 你一样都得不到 今天 圣影学 推广之难 就难在此地 因为现在人都学会了 都成了习惯了 听了之后 一定要批评 一定要怀疑 听完之后 一定有很多问题 来问出来 养成习惯了 从小就这么学的 学校里家庭都这么教的 这种修学的态度 方式 用在现前 科技的时代行 这个方法没问题 用在圣教 用在佛菩萨 典籍里头 不行 完全不能 气数 会把这些典籍 都当作现代的学术 来看待 它是智慧 变成知识 不得受用 经上讲的这个 横出三界 云灯四处 一生不出 究竟极光 对你好不相看 所以 一定要 能生 信心 要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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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